快筛是现在揪新冠病毒的第一步 那么如果筛检的动作越快或者是越准确的话 接下来的后续工作会相当的有效率 现在有科技公司发表了一款新冠病毒的快速检测晶片的系统 结合中研院还有科技部旗下的国研院医科中心 共同合力打造 而未来如果启用的话 平均每20分钟就可以拿到检测的结果 透过晶片检测检体内含有新冠核酸序列 电流讯号会上升 进而得知检体是否含有新冠病毒只要三分钟 就能够检测出包括有检体阴性样本阳性样本对照 再加上人员的作业时间全程大约20分钟 就能够拿到检验的结果 而这项利器将大大的提升筛减效率 现在我们的准确率都到了9成5以上 其实我们的准确率都是跟PCR去做比对 灵敏度跟特异性跟它的整个敏感性 其实都是95%以上 科技业者结合中研院 以及科技部旗下的国研院医科中心 产观协力合作 研发出这一套新冠病毒快速检测晶片 为世界首创 得利于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助攻 台湾有非常强大的半导体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基础 那建立在这个半导体的产业基础上面呢 我们再去做一个 算是一个另外一个在生计上面的延伸的应用 那当然我们有这个基础相对 我们要把它成功的开发出来就相对容易 这项产品经由高雄荣总临床验证142例 去年底取得了卫福部食药署紧急使用授权EUA 预计在2月份就会上市 敏感度又高 然后速度又快的方式 能够把它侦测出来 那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 就是说赶快找出这些感染者 赶快的去给它做这个隔离 避免这个穿拨链的一个继续的延伸 高雄荣总指出这一款系统 针对了新冠病毒检测结果 敏感性达96.8% 特异性95.1% 尤其CT值35以下的减体 阳性以致率为100% 即便病毒量很低 甚至还在潜伏期就能够被检验出来 这对未来的防疫检测有很大帮助 渴望成为未来早期快筛的新力气 人间会是张宇晨正宗 台北三宝报导